黃航機師染疫事件擴大為 諾富特飯店群聚感染 今天有學生在網路上PO文表示 他是僅聞科大的學生 在四月十七號 有到過諾富特飯店參訪 目前正在校內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對此消防也緊急擬定了相關配套措施 讓在校的師生都能夠安心 請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消毒人員出動相關器材進到校園內 進行大規模的消毒作業 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目的就是避免校園成為疫情當下的群聚破口 錦文科技大學日前有九十二名的師生 到桃園諾富特飯店進行參訪 那目前校方也緊急將他們列為 自主健康管理的對象 同學在網路上發文表示 四月二十七號去參訪 二十八號學校就接到飯店人員通知 主管染疫確診 但目前被隔離的學生是進到校園後 才知道自己要自主健康管理 質疑校方防疫措施有漏洞 第二天是我們校長就主持了一個臨時的緊急會議 一會議完之後三個小時內 所有的同學該去哪裡就去哪裡 然後學校宿舍全部動起來 然後安排所有後續的一些消毒 然後同學一進來之後 我們就安排到藝人一間 把他做專門的一個處理 校方緊急出面澄清 當時一接到諾富特飯店通知 就趕緊擰訂三關配套辦法 目的就是要讓在小師生都能安心 進出學校都可以看到有隨時配戴口罩的標誌 那麼進到學校的宿舍內 也可以看到有熱像儀來偵測每位師生的溫度 學校有那個定期的消毒 所以比較不用那麼害怕 就是每個地方都會一定會很確實 就是要戴口罩這樣 目前有16位的同學在學校宿舍內 進行一人一室的自主健康管理 兩週內暫時不得進入校園上課 只是對於同學們來說 本來是一個開開心心的參訪 遇到這樣的事情 誰也不願意 記者劉安靜 陳婷如 新北報導